回忆过去 痛哭得像死亡不了 疑难了 情难了 大家好 我是Tony 台湾的疫情第三期警戒已经一个月了 疫情已经渐渐的减缓 不过暂时难了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再忍一忍 相忍畏国 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今天的疫情居家特别企划回忆过去 我想要分享宜兰老照片 这些照片不是来自特定的某一本书 而是历年来我从网络陆续收集来的 疫情期间我暂停外出 所以我想就继续整理老照片 分享给大家 这张照片是从大理箭海岸 眺望龟山岛 大理箭就是现在的大理 这是龟山岛 这是日志初期 郊西公共温泉浴场 原子就在现在郊西公园的 郊西温泉汇馆游客中心 日志初期 郊西温泉区有日本人经营的三家旅馆 分别是圆山旅馆 西山旅馆 乐园旅馆 其中乐园旅馆规模最大 就坐落于火车站的对面 这是乐园旅馆的温泉浴池 这是日志初期的宜兰厅社 相当于现在的宜兰县政府 位置就在今日的南城新岳购物商城 这是宜兰市街的街景 这一张也是宜兰街的街景 这条道路可能是现在的中山路 这是宜兰孔子庙 新建与清代同志年间 非常的典雅 可惜在二次大战期间 遭到轰炸 到战后几乎成为废墟 现在的宜兰孔子庙 并非在当初的园子 而是后来迁地重新新建 这张照片是宜兰火车站前面的景象 那这条马路应该就是现在的光复路 这是宜兰公园 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 公园内有很多历史古迹 这是台湾银行宜兰自殿 就是现在台湾银行宜兰分行 原有建筑在二次大战时被炸毁 后来战后重建的新建筑 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古迹了 这是宜兰市街的风景 这条河流就是宜兰城的护城河 宜兰神社 坐落于今日的圆山公园内 改为宜兰中列池 原有神社的神马 便移至今日宜兰市的文昌庙内 现在圆山公园内的神马 是后来的富科平 这张照片是罗东街 罗东是平普族语 义指猴子的意思 日志时代太平山开采森林 罗东成为木材的集散地 因此走向繁荣 这是罗东林场除木池 就是现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生态池 这是罗东街道的风景 这是罗东神社 暂后改为罗东中列池 后来因为开辟罗东还正道路而拆除 原罗东神社的神桥、柏犬、石灯笼等遗物 后来迁移至罗东中山公园内放置 这是天宋皮水利发电厂 电厂发电后排出来的尾水 就被称为电火球溪 就是现在的安隆溪 这是天宋皮水利发电厂 在宜兰佐水溪的取水口 佐水溪就是南阳溪 这是位于太平山山脚下的土场除木场 太平山开采的木材 经由铁道所到运送到这里 再经由罗东森林铁路运往罗东 这是苏澳港 远处是北方澳 这是著名的苏澳冷泉 苏澳渔港完工于大正12年6月 位于今日的南方澳 左侧的沙滩是苏澳海水浴场 后来因为扩建第三渔港 已经消失了 现在著名的那一批海滩 则是在照片的右侧 看不到的地方 这是苏澳渔港 这是从高处俯瞰苏澳四街 这是苏澳火车站 这是苏澳火车站 铁轨继续延伸往苏澳渔港的方向 在前面镜头处 在前面镜头处有一座扇形转盘 用来作为火车掉头之用 这是苏澳一 这是苏澳一 就是近日的苏澳火车站 这是从百米桥 在苏澳眺望苏澳四街 下面的河流是百米河 过脚后的右侧 是苏澳阳根 至今仍在营业 历史已经超过百年 这是苏澳的金刀笔罗神社 位于炮台山 目前还有一些神社的遗迹 这张照片是苏花公路 日志时代的东台湾临海道路 起点就在苏澳 早期道路下载 很多路段都只能单向通车 以上您看到的就是苏澳的老照片 台湾的疫情渐渐减缓 疫苗也渐渐有着落 所以我想只要大家能够 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共同努力 那么疫情应该就会持续的减缓 我们也能够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我也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